九月第二天就是上禮拜 收到专举高度重视的新闻 就是在中党地区发现了两类 跟甘尘到SARS很小样的症状 造成民众一当前一失望的事件 虽然WTO领导官的表现 这个正是抗命为新型冠状病毒 呼吸道重症 人团让人的记录没大 但管区卫生叫为民众的健康 要是提出正是抗友 发生一种不明的 类似上呼吸道感染的这种疾病 现在目前是把它初步称为 是所谓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病 那所以这种疾病是 类似SARS的症状 所以如果我们最近有乡亲 尽可能避免到中东地区 譬如说沙兽地阿拉伯 或者是卡达 这样才不会被感染 万一如果回来从那个地方回来 如果有类似这种 上呼吸道感染症状 也请要务必跟医师提示 可以让他今早来预防 世界卫生组织 占对新型冠状病毒 发布的最新功告 提出了几行感染这个病毒 最新引起的症状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 身体的出现发生 加少的症状 因此管区卫生叫 也恰难道乡亲 在这这近流感 高风景的柴檔队 可以做好自己身体 尤其健康管理 对这种类似伤呼吸道传染病毒 包括流行感冒也好 或者是一些奇怪的 这种呼吸道感染疾病 最重要的就是说 人多的利用不要去 还有要保持空气的流通 有空就打开窗户 另外就是要勤洗手 我想这些都是例行的 这种预防措施 当然最重要是要均衡营养 还有充滞了休息睡眠 才可以让身体的抵抗力增加 身体健康就比较不会被感染到 尊贼最近重当地区 出现身形冠状病毒疫情 微信息冠状 也在之前正式公告 为第五类的法定团检病 变国台湾 母亲受益夷狗风险的国家地区 并且六观地表示 这个身形冠状病毒团检性较低 母亲民众也不用太多烦恼 记者金风酸 彩虹报道